对手号称没输过,铁锤可给笑坏了 我就喜欢打脸这样的人 我们来看这番精彩实战 弃子攻杀,走得非常凶残 铁锤当头炮,没输过呢,还价给顺炮 红旗上马,飞得上马 红旗呢,没着急出局 他缓开局,先走一手啊,冰三进一 那黑旗呢,他没有出直局 他呀,选择了高横距 红旗呢,依然是不出局,选择上马 那黑旗呢,横距过攻 红旗呢,这时候啊,再来选择高横距 他自始至终,还都没有出这个直局 黑旗跳边马 跳边马呢,应该说是一种老式的下法 他容易吃亏 因为这种斗炮的布局呢 双方争夺的焦点呢,都是中路 你这个中族呢,只有一个马保护,容易吃亏 红旗呢,再高一个横距 准备啊,利用霸王距 给你来逼队 黑旗呢,平炮 红旗呢,就进炮 你要出局 他以后啊,就有这个打僵 这种手段 黑旗呢,先退一手炮 你再打僵 他给你踩掉了 你再打僵,人家呀,给你架个重炮 那样呢,这个红旗啊,就吃亏了 红旗呢,先来给你对局 黑旗对掉 红旗吃掉 黑旗这时候再出局 那我们说了他不敢打足 他打足 打完之后啊,人家有架这个重炮的起 没有便宜 红旗呢,再平局过来 还是啊,把你这个鞠啊,封在家里 那黑旗呢,就不给你打了 连个相 红旗呢,就上满 黑旗高居 高居拦住这个炮 不让他往前伸 以后啊,就有这个平炮 因为你现在有这个无根巨炮 那红旗呢,也拆炮 因为你现在打他有进马的手段 那黑旗呢,就先进足 绊住马腿 那红旗上马,抬炮 黑旗呢,把炮躲开 以后你现在没根 这个马呢,也养护不住 人家就要平炮打你了 红旗呢,就选择了送兵 这样黑旗呢,也只有吃 红旗呢,再来一个 马回窝心 准备啊,调形 这个族,这个兵送完之后呢 你族吃过来,不变马腿了 我现在炮有根了 你现在要打我的话 我还有重炮打你的手段呢 那黑旗呢,就飞个相 用相来扮住马腿 下一招啊,还准备来打 那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了这个 上马 马五进六 这招旗啊,走得非常凶 因为他上完马之后啊 你这个打中族就不带僵了 你现在要是打马呢 他就有一个打足 打你闷弓的这种手段 要闪击你 那黑旗呢,再飞个相 红旗呢,在这里啊,走得非常凶 直接啊 弃马踏相 我们经常说了,一马换双相 骑士必英雄 但是呢,他在这里啊,可是换了一个相 这个 真是走起太猛了 那黑旗呢,也飞掉 红旗呢,在平炮 现在抵押这个闷杀 这边呢,抽你鞠 你又没办法平鞠篮 那黑旗呢,只此一招 高炮 给鞠升根 也避免了你这个闷弓 那红旗呢,选择平鞠 吃足 黑旗呢,高鞠捉炮 高鞠捉炮呢 应该说是一部软手 黑旗啊,应该啊 直接把这个中兵敲掉 你吃掉 他再架个中炮 以后啊,给你对杀 你多一个子 对杀起来,肯定是红旗不行 一桌 红旗呢,来一将 黑旗直视 红旗呢,把足一吃 下一刀 再一吃相 一瓶鞭炮 那这个攻势如潮 黑旗呢,赶快呀 平鞠捉马 那红旗呢,马跳进去 马跳进去之后啊 黑旗选择了 一部高鞠 因为他现在又要卧槽 吃你的炮 这边呢,还要吃你的相 好像这招高鞠全解完了 因为鞠保住了相 相保住了炮 而且呢,以后还有平鞠捉霜的手段 但是呢,他在这里啊 就是又是一部软手 韩氏啊,应该啊 炮击中兵 你我也将没有用啊 我也将 反而啊,是帮忙 这个出来之后啊 还借将助攻了 那他由于错失了 这个打住民 红旗啊,就不给他机会了 赶快来一将 黑旗出老将 然后啊,他就给他交换了 这个黑旗呢,也只有飞掉 红旗呢,在平鞭炮 平鞭炮以后 就有下底将,有捉马 这种手段 黑旗呢,赶快飞下 飞下呢,也是一步好奇 既拦住你的鞠,又给鞭炮胜根 也让出中炮的位置 应该说,这手飞龙在天 还是走得不错的 红旗呢,就把鞭躲开 红旗这招鞭躲开 下一招,这个一进炮叫沙 非常厉害 你再把这个老将走开 他把炮平过来 那这个家居炮一走成 那这个黑旗就不好办了 所以说呢,黑旗在这里啊 选择一手知识 不让你这个炮啊,点到下着线 那红旗呢,先来一将 飞旗上来 再退一将 就下去 我不是不能这样点了吗 他就这样平过来 以后啊,还是准备搞家居炮 飞旗呢,就架个中炮 那红旗呢,补一手试 飞旗打一将 红旗不敢连向啊 连向这个绝情铁门栓 那他就扬个试 黑旗呢,吃试 红旗来一将 黑旗只能上老将 红旗呢,退炮 退炮半住马腿 下一招啊,浸泡一将 你只能上三楼 然后呢,都屁股一将 就把这个鞠啊,给他抽掉了 那黑旗呢,也要动手了 哎呀,啥是一将 红旗呢,只能上来 再退一将 下来 然后啊,平居跟入炮 不给你这个以后将军 兜皮股将抽居的机会 那红旗呢 也是浸泡一将 黑旗只能上老将 然后啊,平居叫杀 那你现在来不及吃炮 人家退一将要命 那黑旗呢,也只此一招 退居守住 不给你将 那红旗呢,再把炮啊,甩过来 甩过来之后啊 黑旗选择了高居宝像 那这应该说是一部败招 他呀,应该把老将下去 不给他这个 锯双炮 走成这个家居炮的这种机会 那你这个俩炮一分家 你肯定就不厉害了 那这招高居捉炮 这就是一部败招 错过了这个机会 红旗呢,可不跟他客气了 把炮一甩 继续催杀 你这个 停炮来打人家 没有用 黑旗呢 就选择回马 用马呢,来看住这个点 那红旗呢 选择了吃事 吃事 下一招 再吃事一将 还吃着你的马 黑旗呢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就选择了 进底吃下 本来他也可以选择 杀是一将 然后呢 又吃个小马 那样呢 这个双方对杀 红旗啊 他走得更狠 他准备一招之敌 一点机会也不给你 停一将 进来 止闪后啊 出老将助攻 那这个旗呢 关键是啥呢 你还不能下试 你下试 退炮一将 你这个事啊 还得支起来 那这个再一将 再一将 这就连杀了 被其无奈 选择雷手啊 送炮 那你送 他肯定是照单全收 把炮一吃 下一步一将 还不解杀 你这个下试 我们刚才说了 下试没有用 人家可以退炮 来一将 推其呢 可能是再次退居 连象也吃不了了 那红旗啊 再次进底居 进底居 下一招 头皮骨一将 你一落实 退炮一将 是个重炮杀 还选择回边 那红旗呢 也是平中一将 出不来 只能下试 杀是一将 只能到这 然后啊 他先退这个炮 先退这个炮 也是正确的 你要先退这个炮啊 他又跳到底下 又可以 这个横生之节 退这个炮 这个马呢 也没法掩护了 下一招一退炮 重炮 绝杀无解 炮